草屯镇平邻里演习土石流灾害的发生 当地居民避难撤离及乡民收容安置的演练 演讯人员不但动作熟练 不慌不忙的听从指挥 过程中也逼真生动 让中央视察单位称赞消防单位的用心及努力 在草屯镇平邻里长谢润席的广播之下 居民听从指挥已疑疏散 偶有不听指示的居民不撤退现场家园 离开被检查强制撤离 这是今天南投县106年乡民疏散演习项目之一 疏散乡民的撤离及安置计划 那么这两项工作在救灾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一番工作 那么平时有信念到灾害发生之后 才不会手忙脚乱 那么尤其我们平邻地区 也是一个土石流的前市区 那么在八八水家的时候 也造成很大的一个土石流的灾害 因为信念流失 老百姓撤离的快事 所以没有造成温暖的伤亡 我们可以预防土石流 可以提早撤离 预防我们土石流 造成我们居家的安全 感谢南投管政府 特别办这个活动 可以来观摩 平邻里曾经遭受土石流的波旗 这次也特别选在当地参临演练 里长谢瑞奇表示 希望借由演练的项目 让大家手机在亥来临时如何应对 大家不慌不乱地遵守指挥 达到最少损失 请这避难所 请这演练的避难所 请救灾上 对我们村民 都有学习到很多 也要感谢这位演练 对我们村民 帮助很多 今年开始 也一句快要来临了 提早做准备 提早做演练 那么对事后 有任何事 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驾轻救手地 来应付整个灾害的演变的 发生的一个过程 来做抢救工作 才不会放乱 那么也可以把灾害 损失伤害减轻到最低的程度 本次在草屯镇平邻里 演练的项目 分为香民疏散撤离 以及香民收容安置演练 过程中当地民众相当配合 更由来自彰化县的民众 现场观摩 的确实上强调 灾害无情 唯有平常做出准备 熟练动作 配合政府的指挥 与救灾 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的损失